镜头前的女孩名叫库尔班尼莎 熟悉她的人亲切地称她为鼓励 今年27岁的她跟随父亲来到上海已经25年 目前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回忆起小时候一家人来到上海时的情景 库尔班尼莎感慨万千 库尔班尼莎介绍说 她上学期间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让自己也感受到除了帮爸爸卖羊肉串以外的快乐童年 2008年上小学预出班时 她和全班同学给汶川地震灾区的小朋友写了一封信 并得到了唯一的回复 预备班二班的小朋友库尔班尼莎马木提请到广播室 我当时就震惊了整个学校怎么在叫我的名字 然后我过去就说库尔班尼莎同学 我们整个学校整个区就是写信给汶川 就她的信回到了 就是小朋友给你写了一封回信 我收到以后感觉好沉甸甸 这个是我觉得很荣幸 就是我收到了回信 现如今库尔班尼莎和爸爸一起经营着这家新疆餐馆 老公负责后厨 一家人其乐融融 一双儿女也已经在上海上学 回想起25年前刚来上海的情景 库尔班尼莎非常图定 留在上海发展是正确的 我觉得上海是给我的一个能发展的一个平台 就是可以认清我自己我想要什么 去实现我为什么要留在上海的这个愿望吧 很多从小孩子教育方面 我想让他在大城市就是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 去认知这个城市 随着生意越来越红火 库尔班尼莎说 在爸爸的带领下 一家人时常到当地慈善及格捐款 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回忆当年刚来上海时 再看到现如今上海的变化 爸爸麻木提江开心不已 刚才时间呢没喝饭 喝饭不好没的天气热嘛 不好没嘛 没男兵没洋传 两个一起走 现在没一件好一点 上海很好 上海保护我们 很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上海的兄弟姐妹 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能去包容我们 就是能帮助我们 我们互相帮助吧 总而言之感谢感谢 再感谢 我会以今后的实际行动 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去更好地关心我的朋友 喜欢我们的朋友 还有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小小的事业做带起来 然后去回报这个社会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